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是中华民国的113年的8月6号 那今天是台米台风灾后的第12天 那今天第12天 我要利用下午的时间到园子里面来工作 那今天我最主要要工作的是来 帮还挂在酪梨树上的酪梨来更换套带 我的套带破掉了或是掉了吹了 然后目前酪梨还在上面的 尤其是品种秋可德晚生种的酪梨 那为什么没有提到后耳 因为那一颗后耳在这一次的台风 水灾之后整个的样态不乐观 那上一次的记录已经将它重检了 那今天最主要就是来把一些酪梨掏袋 破的或掉的再重新的做更换 那刚刚在来的路上 也经过了一块的酪梨田 那块酪梨田很特别 地点在园长 然后它的这块酪梨田大概年份至少有 搞不好有十年有了 那为什么要说有十年 因为这一块酪梨田 在几年前的一次淹水的台风之后 已经挂掉一半 那刚刚经过不经意的再看到 在这一次的水灾之后啊 它的另外那一半还真的全部都枯死掉了 所以水灾对酪梨造成的危害 还真的是重伤害 没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看 后续到底它的变化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直接到我们的酪梨的植栽 中间就不要再 逗留了 好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我酪梨的植栽就前面 这是我的新园区 这一棵 这一棵 米花酪梨挂果不多 省省了 那这一棵哈斯 还健在 那这一棵就是今天的标的 丘可德 丘可德 好 那待会我要工作的就是 把像这一个 套袋掉的 破的 重新更换 然后 远方的那个雷声 有一点 打雷的声音 所以在下大雨 那我们赶紧工作了 记录完了之后 待会再看看后面的成果 OK 开始啰 哈啰 各位玉店的好朋友 大家好 时间是中华民国113年的8月6号 那现在是傍晚时间 那利用今天的时间 再到原子面来巡视这一些台风过后的落里 那在我们的新人区这一棵是后手不转色的 我觉得它仪式中卜清皮吧 那 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要再来看看 经历了凯米台风的摧残之后 我们这一棵果树有一棵酪梨果 非常的特殊 第一个不知道它还 有没有顺利的存活下来 那一棵果 果树有没有存活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请原主老妈来找一找 老妈你来找看看 找这一棵酪梨 我们来看这一棵酪梨有点 因为刚刚在 这里有看到一棵掉下来的 在树下颜色不太一样 可是感觉又没有那么小 这一棵长得像 那个什么 旁边那个无花果啦 西瓜条纹 因为我们旁边有无花果 还真的有西瓜条纹的这个品种 所以 但是不合理啦 因为酪梨跟 无花果应该没什么关系 应该就是这一棵 有一棵的酪梨 果树长得很特别 找找看 这一棵不是啦 那还在啦 就是 海女台风 没有 哦 给各位看一下 哈 有特别的啦 竟然种出了 长出了这一棵这种酪梨 这不是我拿那个 广告原料来涂的颜色 这真的是它的颜色 有特别 来 然后现在已经是接近快可以成熟的样子了 那后续它会长什么样的继续积下去 有点特别 一棵 又把它藏起来 看有人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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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长相 就是那个长相 非常非常奇特的 好 那像 有的那个 五花果 它就是 斑 就是我们那叫做什么 那个 除了西瓜条 有的五花果的叶子 造成那种斑叶的 那 就是 蛮蛮特别的 那这一棵的酪梨竟然长成这个样子 好 它还在 所以这一棵 后手不转射的 你看 排风之后 塞榛一堆 这些带子 然后 这一棵果实 已经是熟到 裂开 这一种 那风味真的是超优的 超优 那刚刚也 摘下几棵树上拿下来 这个就 稍微熟 但是上面这个有一点 我就把它拿下来 那这一棵是 锤在地上 结果发现它爆了 它果肉真的是超优的 好 那我们利用了这个时间 也把 这一个 袋子掉的 破的 再把它补上去了 能做多少是多少 好 那刚刚 还做了这一棵 秋可德 秋可德 补了很多个 然后 这里 这一棵 后耳就中检 那目前看样子 还是不妙 没关系 就只能这样吧 那旁边的菜丝 上面有几个 原来就没有套袋的果实 你知道 改天如果要套袋 就把那个小型的A字D 再拿来套 但是它的 套袋的那个袋子 不适合用酪梨专用袋 这个用小一点的 恩 艾文 或什么 再小一个规格的袋子 可能会比较合适 因为它的果实 不会长很大 不会长很大 让我们进去看 像这个 就是这个 菜丝酪梨 但是它的风味 绝对是优的 绝对是优的 那这里长 一串串 那里 那里长一串 好啊所以 菜丝酪梨长这么高 感觉上好像 果蝇也没有飞到那么高 还是这么大了 好这边 好那今天下午 专程到新人区 来帮 这些酪梨套袋 那也顺便再去 记录一下那一颗 花纹 长得像西瓜条纹的 这一颗酪梨 那记录分享给喜爱的好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